六一儿童节快乐 星期六利用休息时间 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家餐 今天给大家带来四个板块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大盘 你看大盘 五月收官 收出一根阴线 而且周线呢也不咋地 并且日内你看到没 是冲高回落 这样的走势很拉快呀 尤其是尾盘最后集合竞价 还跳了水 是不是有人担心 周末的时候会出现利空消息 因此才会往处跑 你看这一笔单的很多的 那我们再看一眼外盘 隔夜的外盘呢 美股跟咱们走的可不一样 人家是拉尾盘 尾盘突然间拉升 道指一下子涨了这么多 那你看纳指呢 纳指是一个微型反转 这不也是拉尾盘 尾盘直接向上冲 如果他们尾盘拉了这么多 那么咱们这边要是周末 再出了点利好消息 是不是咱们周一就来个开门红 六月开门红 那就多么好啊 如果六月真的能上涨 那我们这边该买点什么股票呢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 四个板块小造加残 注意看第一个板块 880446电器设备 我们看从大趋势上瞧 长期以来下降通道 古邦经常讲的一句话 位置决定性质 上方最高点在这里 这是2400多点 那么现在第一点呢 达到了1000点 现在刚刚处于小河 刚露尖尖角 也就是刚刚起来 而且在20线附近 那这个指数冲高回落整理 已经完成了洗盘 如果这个位置再稍稍清洗一下 在这发起一波大的上涨 太有可能了吧 这不就是头肩底吗 那么长期以来 它仍然是处居于一个下降趋势 现在刚刚要反转 就在这个时候 坐到20线附近 往往20线 机构声明线这个位置 最容易起航行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板块 电气设备 再来看第二个 环保880456 你看 环境保护是不是也在20线附近 没有错 那20线附近最容易起航行 我们看一眼大周期 大周期这不也是长期向下吗 长期向下 位置决定性质 从1500跌到现在 800都快去一半了 那么更主要的是 也形成了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这要是发起一波上涨 是不是没毛病 那好 环保也好 还是咱们的这个电气设备 它们都是双碳一类 双碳 你比方说电气设备 现在呢 我们也不能把电厂都干掉 不能把电厂干掉呢 就得是设备改造 从哪改 电气设备 这是最能立竿见影的 另外大家看半导体 880491 880491 那位说帮主啊 你怎么经看这些个低位的呢 对呀 因为低 叫啥 位置够低 那么它才有上涨的动力 就叫位置决定性质 你看前期高点 4000点 干下来 1400 这位置够低了吧 更主要的是 现在它仍然在MAC的零轴附近 如果这发起一波上涨 是不是这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效益 位置够低 即便是这个位置大盘 你看大盘现在是什么呀 大盘这不已经在高处第一波上涨 假如这个位置 鱼尾行情要是结束了 就会进入到这个箱体当中 一旦进入箱体 那这就有两说 一箱体获得支撑向上涨 那涨到3200点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因此古邦在这呢 才有25%的仓位 我们有25%的仓位 就是在这拿着25%左右的仓位 等着它 万一它能涨到3200点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上涨而踏空 那么更多的呢 是这位置回调 能不能回调到前期这个跳空缺口 这是大概率 那么正因为是大概率 所以我们把仓位降下来 现在的总基调是什么 主基调不还是分批下车吗 我们在上方都已经下了大部分 现在剩下四分之三 现在是资金啊 等着它下来之后 我们上去 那样来讲呢 咱们不会挨打 那好 再说第三个板块 半导体 880491 那位说880491 位置也够低 那么既然它位置够低 我们再看第四个 房地产 880482 你看房地产 位置够不够低 不单是房地产位置够低 而且它长期以来 从上方这里 2500 2600 2700 是不是一路干上去吗 现在最低的时候 已经跌到了700呀 是不是位置决定性质 那从房地产基本面来讲 大的方向 总体它已经跌了十年 如果房地产在这 那么起了一波 股票是不是得有涨 那么哪些东西能涨呢 我们就得看这种 这种属于啥 双底形态之后 冲高回落20线附近 如果重新站上20线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关注介入点 那好梳理一下啊 大盘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 就是鱼尾行情 就是第一波上涨 现在呢 这就叫鱼尾行情 如果这个位置出现下跌的话 我们仓位重会挨打 所以现在呢 我们是四分之一仓位 25% 盘中做T加零的不算啊 那么四个板块 环保880456 位置够低 大家瞧对吧 20线附近 很好 第二个 880491 880491 半导体 位置够低 20线附近 第三个 电器设备 880446 电器设备 位置够低 20线附近 第四个 房地产 880482 位置更低 现在说的就是 大盘如果在这个位置 周一能上涨 或者是说下周能上涨 你总得有参与的呀 怎么能参与 这些东西安全编辑很大 好朋友们 喜欢点赞加关注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周日中午有一个策略会 转发达 达 3209 3209 8209